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注意的是东半部地区 因为催东风的关系 所以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今天相对来说 游雨的几率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也并不算特别的高 只有花莲县降影几率30% 就连宜兰跟台东的降影几率 都只有20% 所以整体来说 其实台湾除了花莲地区之外 都是相当稳定的 降影几率不超过20% 那么也因此白天的温度 相对还是偏高 不过北部地区 因为有一些低温的空气通过 所以今天的高温 反而没有像昨天的高温 这么的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 降影几率只有20% 白天的温度是 23到28度 好像昨天最高温可以到30度 今天的情况稍微好一些 中部地区多云 降影几率只有10% 今天是非常稳定的 阳光普照 白天的温度24到32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影几率是零 完全不会下雨 白天的温度是24到33度 东部地区应时多云 短暂震雨 降影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4到29度 澎湖地区多云 降影几率是0 完全不会下降雨 白天的温度是25到27度 好 所以今天整体来说 东部地区偶尔有局部震雨 那么至于在西半部地区 表现都是相对稳定的 高温注意的还是在南部地区 尤其是屏东 在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北部地区呢 那么今天的温度相对来说 没有像昨天这么的高 算是舒适偏炎热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高雄 宜兰 跟澎湖都是25度 台南跟花莲目前是26度 台东现在已经27度了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公益指数上涨了176点 刷盘指数是38,852点 涨幅0.46% 那萨克上涨了192点 刷盘指数是16,349点 涨幅1.19%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52点 刷盘指数是5180.70点 涨幅1.03% 费成半导体继续大涨了104点 刷盘指数是4820.45点 涨幅高达2.21% 好 那美国股市的上涨期 延续的是上个礼拜 因为美国相对疲弱的就业数字 就使得市场重燃了 那么这个降息的预期 甚至于包括了 有联准会传声统支撑的 华尔街日报记者Tim Rose 他认为今年夏天的夏末 那么降息的几率仍旧存在 那这个夏末究竟指的是7月呢 还是指的是9月 如果说是7月的话 那对市场来讲是极大的利多 就算是9月市场上也会视为利多 好 这个消息呢 当然就使得你看到美国股市呢 在今天昨天晚上依旧开高走高 而这里面呢 AI相关的个股 NVIDIA继续大涨了3.77% 已经来到了921.40美元 那么一股啊 那现在呢显然是希望能够有机会 挑战前高 所以呢这个值得来观察 好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那么因为呢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谈判 在周末的时候传出来说 这个卡关了 然后呢以色列回绝了哈马斯所提出来的 就是以人质患永久和平这样的提议 那这个消息呢使得油价在上个 在这个昨天晚上啊 到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一度大涨 但是呢随后呢又传出来说 哈马斯接受了以色列的提议 油价的涨幅呢又立刻的收敛 但是呢最新的消息是呢 以色列对于拉法的空袭仍旧在持续 至少呢已经出现了大概40多起的空袭啊 好 那这个消息呢又使得油价呢 那么维持在相对的高点 所以最后呢纽约油球价格呢 是上涨了0.37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8.48美元 涨幅0.47%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0.37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83.33美元 涨幅0.45% 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芝加哥黄豆期货 上涨了2.78% 好 另外在贵金属的部分 因为美国的降息预期又开始升温了 所以呢美元指数相对疲弱 指贵金属的价格 尤其是黄金的价格呢又重启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上涨了22.60美元 每二四报价是2331.20美元 涨幅0.98% 白银的期货大涨了3.46% 铜的期货上涨了1.27%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3.67% 不过美元指数呢其实并不是下跌的 那么美元指数呢小涨了 0.06%来到105.09% 可这里面值得注意的 它主要呢是对日元升值 其实欧元对美元升值 英镑对美元升值 也就是美元对欧元英镑是贬值的 但是呢对日元又重新回到了升值的态势 今天凌晨呢到6点钟左右 那么外汇市场的报价 欧元对美元来到1.0768美元对1欧元 那么这个欧元升值了0.06% 也就是美元贬值了0.06% 英镑对美元呢 则是升值了0.12% 但是日元呢在日本央行 上个礼拜两度介入之后呢 那么日元对美元一度曾经升值到152 就升破了153到152点多对1美元 但是呢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日元对美元呢继续来到了153.87日元对1美元 日元对美元呢继续的贬值了0.6%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英国是休市一天的 那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39点 涨幅0.49%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173点 涨幅0.96%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是刚提到的是降息预期啊 如果降息预期呢 可以提前到7月 那么或者至少到9月的话呢 对于市场来讲 目前认为是正面的讯息 因为它如果不是因为衰退而降息的话 会视为正面的讯息 那另外一个呢那就要看获利的预期 美国的财报季呢 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么有77%的 这一个就将近80%的企业 已经公布了财报 就大概500标普500企业当中呢 大概有接近400家企业呢 都已经公布了财报 就在公布财报的美国企业当中呢 77%的美国企业 它的每股盈余优于预期 这比过去10年平均啊 每一次的财报有74%的 美国企业呢 优于预期啊来得高 但跟过去5年的平均值 其实是类似的 不过呢整体的表现到目前为止 上个礼拜为止呢 所公布的财报 平均获利成长了5% 这个平均获利呢 要比前一季啊 就是呢 这个去年的第四季的 平均获利3.5% 要来得好 也是创下了2022年 2022年第二季以来的 最佳单季获利成长的记录 表现其实相当不错的 而营收的部分呢 有60%的美国企业 它的营收 其实超乎了预期 那么整个营收平均成长 是4.1% 营收成长虽然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亮丽 但获利的成长 其实是非常亮丽的 在七大科技巨头当中呢 现在只剩下NVIDIA 还没有公布 它是5月22号才会公布 而已公布的6家企业当中呢 除了特斯拉表现 都要比预期来的好很多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不过巴菲特 巴菲特呢 他的这个上一上个礼拜的股东会 还包括了他所提出来的 这个3F文件显示 他在今年的第一季呢 卖股多买股少 所以使得他的现金部位呢 增加到1890亿美元 创下了他的这个新高记录 好所以巴菲特呢 甚至于在股东会上说 他看不到好的标的 那么如果到了第二季 他的现金盈于手上的现金呢 会超过2000亿 他也不觉得意外 这件事情呢 Smith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长 Smith呢 他认为这意味着巴菲特 看空股市 现在巴菲特呢 除非看到了一个标的 他可以直接取得经营权 整个买下来 否则的话 可能要等到股市跌30% 他才会出手了 好所以这个强 这个冷热之间呢 差距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欧元区的片卖 倒是连续两个月回升 而且呢 这个投资人的信心 连续七个月上升 所以欧元区 是不是已经摆脱了谷底了 我们看到欧元区的服务业的PMI呢 来到了53.3 这比三月的51.5要来的高 也比预估的52.9要来的高 使得他的综合的PMI指数 采购经营指数来到了51.7 将近一年来的最快的增速 而无独有的呢 是另外德国的 另外一个研调机构 SENMIX呢 他们所公布的最新的调查的 这个投资人信心 连续七个月上升 而且比预期上升的幅度 还来的高 来到了两年多来的高点 尤其德国的数据呢 都转正了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 欧洲有机会摆脱最坏的状况 但另外一方面要看到 中东紧张情势啊 究竟要如何的来解读 现在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谈判 消息面非常的混乱 那么原本呢 传出来以色列跟哈马斯谈崩了 但是呢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那么许多的媒体都透露说 哈马斯呢 接受了以色列的停火的条件 但是呢 以色列呢 仍旧继续的空袭打击 那么加萨走廊的 拉法市的东部区域 而且呢 那坛雅胡的办公室呢 也透过声明表示 他们会继续的在拉法行动 要向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 所以究竟能不能谈成 目前还是一个问号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昨天民间版的 这个PMI指数公布 四月份的服务业的 PMI指数 52.5 在仅旧融合线50之上 但是呢 要比三月的52.7 微幅的下降 那么至少连续的 维持在扩张的 这个态势 但这里面呢 唯一的隐忧就是就业 相关的就业指数 连续三个月都在收缩期 所以呢 代表的是就业市场 仍旧是非常的疲弱 但是五一长假的出游人数呢 倒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那么日经中文网呢 去分析中国大陆的企业 上市企业 上市公司呢 5200家上市公司 去年的净利润 是首度五年来 首度下降 下降了3% 但这里面呢 行业别差距非常的大 那么受到了房地产 它的获利大幅度衰退的拖累 建材衰退了34% 然后钢铁衰退了13% 化工也衰退了18% 可另外一方面呢 汽车在电动车的带动之下呢 它的净利润成长了48% 食品家电也都有10%以上的成长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那么陆股的部分当然是 连续的假期之后呢 那么这个恢复这个5月的 第一个交易日都是上涨的 上升综合指数上涨了35点 收盘指数3140.72点 涨幅1.16% 深圳城市上涨了192点 收盘指数是9779.21点 涨幅2% 香港恒生指数连续涨了9个交易日之后呢 那么原本觉得昨天可能会休息 但是5盘过后呢拉升 最后呢还是上涨了72.85点 收盘指数18548点 涨幅0.39% 台北股市的部分呢 昨天呢也是气势如虹 上涨了192点 收盘指数是20523点 涨幅0.95% 成交金额呢是4195亿元 好那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多头马车带动这个上涨 包括了电子的鸿海 还有包括台积电 那使得电子的比重呢 已经来到62% 另外就是金融 金融呢在它的殖利率呢 的题材之下呢 金融股的整体表现呢 涨了2.1% 带动呢集中市场上涨了0.95% 三大法人呢也都是买超 外资买超了216亿元 投信买超了48亿元 自营商买超了111亿元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但是4月份啊 因为美元的强势 而新台并亚洲货币的弱势 所以我们看到外汇存底呢 那么连续四个月下降 4月份的余额5670亿美元 但是我们的贸易经常涨 还是这个顺差的 所以这意味着央行真的 阻贬阻止新台币贬值 而动用了外汇存底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台北股市 下温物 下温物 8月4日 2日 转在家 3日 3日 4日 5日 3日